广州十大协地之一的陈珠楼 本是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茶楼 盛产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凤饼 后因一场大火引发了一系列灵异事件 留下了一段段诡异的都市传说 话说1985年 一对新人抱下了陈珠楼举行婚宴 请了古乐队热闹非凡 前来到贺的冰棚坐了十几桌 席间轮番向新人敬酒 当时宾客中有一个小姑娘 跟同桌的大人说 自己闻到了一股东西烧焦的糊味 然而大人时敬秀了秀后 却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文件 就起身也去给新人敬酒 但没过多久 小姑娘就惊恐地发现 一间屋子冒出了浓烟 穿起的火苗引燃了屋内的布帘 很快火势便蔓延开来 屋子又全都是木质结构 片刻就形成了一片火海 等宾客察觉到的时候 大火已经开始熊熊燃烧 见状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向了楼梯 在浓烟之中 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尖叫连连 而楼梯又抖又窄 不等下到楼下 火蛇就穿了上来 想要退回去 却见后方的火已经烧到了身上 一时间哀嚎深一片 许多人都被烈焰包裹了起来 在这当中 有全身起火的人绝望地冲向窗户 跳了下去 就这么扑通一声 摔死在了地上 见状路人想失酒 却束手无策 因为整栋楼都被淹没在了火海里 之后消防员用了好几个小时 才将大火熄灭 但此时屋内已是一片废墟 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 同时也烧死了十几个人 每个人都保持着挣扎式的样子 现场极其惨烈 令人目不忍睹 而在火灾发生后的第七天夜里 附近不少的居民 突然听到一阵鼓乐声 从窗外传了过来 以为是有人家在办喜事 可怎么会在晚上办喜事呢 于是居民们带着好奇 起身开窗往外看去 下一秒就被惊得愣在了原地 只见一支送亲的队伍 又拉又唱的来到了烧毁的楼前 一开始他们全部停在楼前 默不作声 看上去十分的诡异 没想到片刻之后 这一行人突然开始嚎啕大哭 声音有老有少 同时他们的眼睛里还流出了黑色的东西 看起来非常的圣人 而那一声声哀嚎 只冲耳膜 似乎声音的主人都在经历着极其痛苦的事情 听的人毛骨悚然 于是居民们不敢再听 全部关门庇护 捂上了耳朵 而那队人就这样站在楼前 哀嚎了整整一夜 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才齐刷刷的消失不见 而那一晚 正是酒楼里被烧死之人的头七 后来有人对烧毁的楼进行了翻新 在此过程中 有一个木工 干着干着 突然就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精直地走向了窗边 工友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就跳了下去 咚的一声 当场身亡 可实际上 他根本就没有自杀的理由 而在这件事发生了几天之后 又有一个工人在干活的途中 突然爬上了桌子 扭捏着唱起了乐句 然而他是个北方人 别说会唱 就连听都听不懂乐句 因此周围的人都认为 他是被烧死的鬼魂上了身 就这样 几经波折 这栋楼又重新建了起来 但前后有好几个人经营过 生意都不太理想 直到2006年 终于遭到了拆除 可关于这里的异事 却一直流传至今 其实 相传早在民国时期 陈珠楼就发生过 小凤饼新娘事件 当时 有一对蒙当户队的青梅竹马 早早的就定下了婚期 女孩特别喜欢吃小凤饼 经常跟男方 一起去陈珠楼喝茶约会 在热恋时 男子曾许诺 大婚当日要大白宴席 为女子买下所有的小凤饼 但没过多久 男方一家就搬到了台湾 随后 女方家道中落 与男子也断了联系 不过 女子一直坚信 男子会信守承诺 回来迎娶自己 然而1979年 男子一家从台湾回来探亲 这时 女子才绝望地得知 心爱之人早已娶一妻生子 于是她当即大病一场 最终没有挺过来 而在葬礼上 女子的家人 为其穿上了早就备好的假衣 并陪葬了许多的小凤饼 而此后 坊间屡屡传出 陈珠楼半夜闹鬼之事 说是有个穿红色喜服的女人 在哀怯地哭泣 而传言 那场火灾 就是这个女孩的抱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有没有广州的小伙伴 听说过关于陈珠楼的其他鬼闻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分享